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日新闻我们首先来看看印度的经济政策 尽管印度、印尼、越南和南非等国家都在积极推动经济增长 但经济学人指出,这些政策可能无法让印度变得富有 这些国家希望通过经济规划和工业政策来应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 然而,这些策略是否真的能带来预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伦敦证交所的最新消息 伦敦证交所集团CEO大卫·施卫默 否认了为吸引快时尚零售商SHEIN的500亿英镑IPO而降低标准的指控 SHEIN因供应链透明度问题和使用强迫劳动的指控 而放弃了在纽约上市的计划 但施卫默强调,伦敦证交所的上市审批过程是严格的 符合英国的治理和披露要求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天气灾害 受热带风暴概迷影响 中国东南部的子兴市遭遇连日暴雨 导致至少30人死亡,35人失踪 泥石流还在该省其他地区造成了15人死亡 目前,湖南省报告的死亡人数已达48人 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学人报道指出,发展中国家重新爱上了经济规划 随着西方保护主义的兴起 贫困国家不再害怕工业政策或大胆的雄心 印度政府宣称,到2047年制造业将推动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 印度尼西亚计划到2050年通过绿色商品推动增长 实现这一目标 越南则力争到2030年实现每年7%的GDP增 唐南非也希望到2030年人均收入比2021年翻一翻 显然,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 微报报道中,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负责人否认 为了吸引快时尚零售商Sheen的500亿英镑IPO而降低标准 Sheen主要在中国运营,总部设在新加坡 因其供应链透明度缺乏 以及供应商涉嫌使用新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 而受到工人权益活动家的批评 原计划在纽约上市的Sheen 因美国议员对其劳工不当行为的单 优和竞争对手的诉讼而搁浅 然而,Sheen在英国尚未面临正式反对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坚称 伦敦证券交易所没有降低标准来吸引Sheen的上市 他强调,上市审批过程由英国上市机构负责 只要公司满足披露和治理等要求 就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并利用其治理和披露制度 外交学者报道中 印度的印太展望 旨在实现自由、开放、和平和可航行的地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印度需要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安全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第三次连任后的首要行动计划 是通过地区安全与增长 Sagar愿景 振兴与印度洋地区岛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外长苏杰生最近对毛利求斯的两天访问 是推进Sagar愿景的重要一步 苏杰生在毛利求斯开设了印度首个海外 Jan Alshadi Kendra药房 并与毛利求斯总理普拉温德·库马尔·贾格纳特 共同启动了12个印度援助的高影响力社区发展项目 毛利求斯在印度的地缘战略计算中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通过加强与毛利求斯的合作 旨在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和挑战 美联社报道 受热带风暴影响 中国东南部年日暴雨 导致至少30人死亡,另有35人失踪 湖南省资星市的死亡人数 从最初报告的4人急剧上升到30人 此外,泥石流还在省内其他地区造成15人死亡 国家广播公司CCTV 展示了直升机向资星严重受灾地区 运送救援物资的画面 到周四中午 资星市8个兽灾最严重的乡镇的道路 电力和通讯基本恢复 中国总理李强在访问受灾村庄时 呼吁全力寻找失踪人员 热带风暴盖米 自上周末以台风强度登陆中国后 带来了连日的暴雨 导致湖南省共报告48人死亡 该风暴还给中国东北部和朝鲜带来了强降雨 导致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和朝鲜一侧严重洪水 卫报报道 世界银行警告称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的108个国家 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除非他们采取激进的经济增长策略 世界银行表示 过去50年的教训是 随着国家变得富裕 他们会陷入一个人均收入约为美国水平10%的陷阱 集约8000美元 自1990年以来 只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转型为高收入国家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通过融入欧盟 或发现石油而获益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Indermit Gill指出 按照目前的趋势 中国需要10年 印度则需要75年 才能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水平的25% 世界银行提出了三挨策略 即根据国家的发展阶段 低收入国家专注于投资政策 中等收入国家则需要增加技术引进和创新 日经亚洲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与越南总理范明正在新德里举行广泛会谈 终点讨论加强房屋与安全 贸易和商业等合作 莫迪表示 越南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和印太愿景的重要伙伴 两国将继续合作 确保一个自由 开放 基于规则和繁荣的印太地区 两国领导人共同启动了在越南亚庄建设的军队软件员 并息同意提供三亿美元贷款以加强越南的海上安全 范明正称越印两国是亲密 可信和忠实的朋友 并呼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专家指出 越南和印度在维护战略自主权和与主要大国建立多重对话方面 有着相似的外交政策 范明正的印度之行 旨在展示越南的多边战略 不会激怒中国 同时帮助越南增加国防合作 并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两国还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 涵盖海关、农业、法律、广播电视和药用植物等领域 Nikkei Asia报道 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PIF 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 签署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六项谅节备忘录 这些备忘录涵盖了与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合作 PIF表示 这些协议旨在通过债务和股权 促进双向资本流动 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PIF的投资组合广泛 从早夜种植园到跨国企业无所不包 沙特阿拉伯的雄心勃勃的愿 仅2030计划旨在通过发展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实现经济多样化 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中国在7月份表示 准备在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 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深化合作 并欢迎沙特公司的持续投资 Nikkei Asia报道 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PIF 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 签署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 六项量解备忘录 这些备忘录涵盖了与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合作 PIF表示 这些协议旨在通过债务和股权 促进双向资本流动 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PIF的投资组合广泛 从早夜种之源到跨国企业 无所不包 沙特阿拉伯的雄心勃勃的怨喜 仅2030计划 旨在通过发展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实现经济多样化 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中国在7月份表示 准备在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 绿色发展 和数字经济领域深化合作 并欢迎沙特公司的持续投资 Economist报道 我们正在寻找有才华的记者 或有志成为记者的人 申请我们的Marjorie Dean实习项目 成功的候选人将在伦敦 与我们一起工作6个月 撰写有关金融 经济或商业的文章 并获得报酬 我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内 至少雇佣两名实习生 开始日期灵活 不需要之前的经验 南华早报 在中国大陆 主要电动车制造商 在7月保持了销售势头 这得益于吸引人的折扣 和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日益偏好 然而盈利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因为昂贵的价格战 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北京的理想汽车 作为特斯拉在大陆的 最接近竞争对手 7月创下了51000年代 安息的行政 销售记录同比增长49% 4% 环比增6.8% 广州的小鹏汽车 7月交付了11145辆 同比增长1.2% 环比增长4.5% 总部位于上海的蔚来汽车 在上个月交付了 Arrentine 498辆 同比增长0.2% 但环比下降3.4% 尽管如此 这已经是该车企 连续第三个月交付超过2000辆 市场上月销量达到1000辆 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门槛 吉利的高端电动车品牌 7月交付了15655辆 同比增长30% 但环比下降29.1% 生产设施的升级 阻碍了公司在7月交付更多车辆 但该公司表示 随着装配线的扩展和精细化 它计划在第四季度 每月交付30,000辆 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最新数据 6月大陆的电动车采用 率达到48.4% 而去年12月为4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售 占全球总量的60%左右 然而只有少数电动车制造商 如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已经实现盈利 自2月以来 电动车制造商之间的折扣站 一直在压缩他们的利润率 比亚迪在2月19日率先发起折扣站 将其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请Plus DMI的基本版定价为 79,800元人民币 比之前的报价低20% 此后 它几乎所有车型的价格 都下调了5%至20% 南华早报 中国发布了一项五年计划 旨在确保70%的人口定居在城市地区 这被认为是为了释放新的需求 但也引发了对其真正能否刺激经济的质疑 根据周三国务院发布的行动计划 农村居民将基本没有限制的 迁往人口少于500万的城市 计划鼓励农民搬到城市 并承诺他们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这对于因为户口限制 而无法获得这些权益的数百万农民工来说 是一大进步 计划发布之际 中国正努力吸收房地产市场的过剩供应 这一市场仍然是经济的持续拖累 这是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蛋糕 也是最容易摘取的果实 北京全球化智库创始人间主席王辉耀说 他多年来一直呼吁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 到去年年底 中国14亿人口中有超过66%居住在城市地区 但只有48.3%拥有城市户口 这意味着数亿人生活在城市中 却无法享受城市福利 这些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在永久城市人口上 少于300万的城市注册户口 而对与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城市 注册要求将全面放宽 对于更大的城市 主要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将继续采用评分系统 选择申请者 但鼓励取消年度流入上限 作为第三次全会后发布的主要政策之一 这一计划反映了领导层 对农民工和城市化带来的红利的认识 为了加速城市化 支持措施包括为农民工及其家庭 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更实惠的住房 财政支持将增加用于可负担租赁住房项目 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升级 南华早报 中国可能在今年夏天 达到芯片制造工具的基本字极水平 这在几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在技术上仍然落后于美国 上海上市的先进微电子设备 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殷志瑶 在上周的一次小组讨论中表示 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尽管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存在好差差距 他指出 美国的限制措施可能加速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我原以为我们需要至少十年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但在过去两年里 数百家公司的共同努力 使我们可以在今年夏天达到基本字极水平 曾在硅谷工作过的英智瑶说 尽管中国芯片公司的能力落后于美国 但80岁的英智瑶表示 他有信心中国可以在五到十年内赶上行业中的最佳水平 美国据报道正在考虑进一步的制裁 切断中国代工厂更多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 自2022年10月以来 美国一直在增加对中国芯片行业的压力 首次ZIM指向所有中国代工厂出口 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的设备 去年10月 出口控制规则进一步加强 禁止ASML向中国客户出售一些较不先进的紫外光刻系统 这些限制迫使中国供应商联合起来寻找突破口 并为中国国内工具制造商提供了市场机会 AMEC的英智瑶表示 其公司石刻工具中60%的零部件是国内采购的 而金属有机化学气象沉积工具中 80%的零部件是本地采购的 然而中国在替代所有进口工具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英智瑶指出 在芯片工具领域 中国与全球顶级玩家之间仍有很大距离 国内代工厂使用的工具中 估计有15%到30%是本地制造的 光刻系统 离子注入工具和电子树检查系统 是中国公共私最薄弱的领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组织的独立新型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ath's real, voices bright, music focused black and white Every angle shed some light, morning evening through the night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Every story, every day Live and feel weak and pain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ing clear we convey Every story, every day Every story, every day And feel weak and pain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Steps revealed, voices bright News and focus black and white Every angle shed some light Morning evening through the night Morning evening through the night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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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